哈喽大家好,我是英雄丸刘宇 直播里提到今天有晨跑 平时有健身的习惯吗? 有什么想给大家推荐的运动吗? 我觉得对于我来说 健身的话就是跑步 我推荐大家的话就是 如果你想让自己看上去 没有那么浮肿的话 每天早上或者是晚上睡觉前 跑又跑步,出出汗 我觉得最适合大家运动 有什么运动是自己从未接触过 但想要尝试的?为什么? 从未接触过的运动就是 我又很想尝试就是跳水 好高啊,那个台子看上去 然后从上面往下跳 我就觉得底下是水 你知道吗?我又有一点怕水 我自己游泳不太好 但是我也很想跳 因为我每次看到跳水运动员 特别是中国跳水运动员 跳水的时候 那个水花一点点 或者有时候是零水花 我就觉得好酷,好厉害 然后我自己也想尝试一下 那种一跃而下的感觉 如果你有机会送一样礼物给奥运经人们 你会选择送什么礼物? 要不送我们的新专辑 也不是不可以 我觉得送你实际的 我觉得我可能会给奥运经人们送 我家乡的扇子吧 因为奥运经人员其实在运动的时候 也会很热 然后热的时候呢 可以拿着这把扇子给自己凉快凉快 给下一位成员留一个接力任务 下一位成员是张嘉远 张嘉远好熟悉 张嘉远是吗? 那我就留一个任务 我自己想对吧 那我就这样 让他造句 我觉得他说话还挺有意思 用 这四个词 造一句话 得有意思 辛苦小语接受采访 谢谢 让我们来期待一下张嘉远挑战能有不知的任务吧